在上一集呢 我们的女主角勤奋的开始整理她的牧场 没想到在好不容易搞定那些城市少女 绝对不可能会碰到的农田后 收到了来自一名叫做威力的男子寄来的一份情书 哦不,是情报信 信里面告诉女主角只要到她的私人海滩 就会给她一根长长的棒棒 主称钓杆 女主角就当放下手边的种子跑到海边 却只发现老人与海 没想到那位老人就是威力 也拿到钓杆 过了几天 女主角再度回到小镇打算购买蔬菜种子的时候 发现镇长对了一间废弃的破屋叹息 镇长说有一间专门制造可乐的公司 想要收购这间破屋来当作仓库 进到破屋内参观后 女主角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 眼前一片昏花 看见地上出现绿绿像是果冻一样的鬼魂 还以为是镇长故意诱骗她进破屋 打算迷昏她要来做黑黑黑的事情 但其实不是 离看那间破屋之后 女主角一直很好奇她在屋内到底看到的是什么 因此决定在早时间踏进那间破屋 寻找这一切的真相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瑞豆 欢迎回来新鹿谷物鱼 那我们今天要开始我们的牧场人生 哎呦 我的牛邦们长大了耶 哇好开心哦 赶快再采集一下 呦呼 长大了 看到自己的小孩长大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哎呦 还有两株还没长大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没有长大 爸爸帮你浇水 你要快快长大哦 跟你们的哥哥姐姐们一样 啊 那我们就先把这些哥哥姐姐们卖掉吧 哈哈哈哈 长大了就是要离开家里啊 对不对 难道依附在爸爸身边吗 啊 刚坑老族是不是 不行不行不行 我们要把他们统统送出家门 然后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来 就是开墾一下自己的牧场吧 所以我还是需要开墾一下 我们来加油 努力的工作 然后在上一集呢 我们有看到有个什么 那个是社区中心是不是 里面有那个绿色的小鬼啊 我想要找个时间来去看一下 对啊 呦 有鬼 感觉好可怕哦 是不是 来去看一下那些小鬼头到底要干嘛 哎呦 左边有山洞耶 这边有个山洞耶 这个山洞是可以干嘛 探险吗 因为我记得这款游戏好像它也有包含那种冒险成分 就是可以去山洞里面冒险 可能里面有一些物资啊 然后山洞里面好像有些怪物吧 应该是吧 对啊 我们就要拿武器去跟那些怪物搭斗 就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的牧场游戏了 还要跟怪物搏斗 真的还假的啊 是不是 那我们就继续工作吧 继续努力 加油 我们的包包又满了 我们来做个箱子好不好 我们先回屋子里面做个箱子 然后把一些可能不需要的东西先存起来 不知不觉包包又满啦 这么快就满啦 来来来先回家 先来做个箱箱 箱子 箱子要放哪边啊 这个就先丢掉吧 我们先来放个箱子 箱子放这边吧 这个空间刚刚好有没有 嘿咻 然后把一些东西存起来 种子我们先存起来吧 种子 然后铜矿 钓竿也先存起来 这些暂时都用不到了吧 对啊 噴壶也存起来 好就先这样吧 GOGO 我们继续去工作 今天就是一个努力勤奋工作的一天 加油加油 把体力先耗光 我们隔天再出去玩 我们隔天再出去玩 有青蛙耶 好可爱哦 刚刚有看到青蛙跑过去 你们有看到吗 他不见了 他可能被链刀砍死之类的吧 我想说我小青蛙好可爱哦 可不可以抓来养啊 可不可以抓来养 看一下任务日志 养殖动物 我们可以养殖动物了吗 本地木匠罗宾就住在镇子的北方 只要给他充足的原材料跟金钱 他就会替你在农场建造新的建筑 你需要他帮你建造鸡舍跟触棚来饲养动物 哦 我们可以养动物了 可是我觉得我钱应该不够 对啊 我钱应该不够 没有那么多钱啊 先让我努力赚钱再说 随着你的经验增长 你会发现新的配方 可用于增加收入跟改善生活 比如说稻草人 配方只乌鸦来偷吃你的珍贵农作物 哦 我们只要到达耕作一集 就可以制造稻草人了 爽哦 臭乌鸦 可是我们目前好像没有乌鸦会来吃我们的东西 他们可能不太喜欢吃牛棒吧 牛棒是便宜货 他们不喜欢吃 这么挑 对不对这么挑 这样真的可以吗 天啊 我们家的牧场好大哦 到底什么时候才有办法把它开墾完毕 我的妈妈咪啊 你看这就是什么家里太大的后果 你家里太大的工整理起来就很麻烦 所以说以后如果说要买房子 房子就小小一点就好了 比较好整理啊 对啊 这么大 整理整整理到死 你可能整理好几天都整理不完 超累的 这些野种不知道可以种出什么东西来 我们来种种看 然后去拿那个水壶来浇水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休息一天了 对啊 因为我们的体力又快没有了 我们的体力只剩下 看一下哦 我们的体力只剩下二三而已 顶多再出去闲晃一下 石头 因为天好像快黑了是不是 天黑就可以出去走一走啊 浇浇水 加油啊野种们 你们这些野种不知道可以长大成什么样的东西 希望可以长大个不错的农作物是不是 好啦我们出去散步吧 剩下没什么体力了 出去走走也好 是佩妮 佩妮不要走 佩妮佩妮 佩妮佩妮佩妮 嗨嗨嗨 嗨嗨嗨 佩妮佩妮佩妮 你好你好 正子小所以 所以所有人都自然十分熟 佩妮 佩妮你好佩妮 他在教学生啊 他没有变得比较可爱吗 哎呦 假司 你的头发的东西变可爱多了是不是 你身上有青草的味道 配话我是农夫啊 刚才有青草的味道啊 那你呢 我不是佩妮 我是后面这一个 你的脸还是一样 大冰脸没有变 看来这一个角色没有被受到疼爱 所以说他的外型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是大冰脸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吧 罗宾 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升级 然后升级要多少钱 罗宾 罗宾 不是这边 罗宾在另外一边 希望他不要那么快关门 因为现在已经下午6点半了 已经6点半了 罗宾是住这边对不对 罗宾 罗宾你在谈恋爱啊 罗宾那是你老公吗 哈喽罗宾 我们家园人很美丽不是吗 是没错啦 罗宾 如果需 如果根据碳化物的碳知识山 水平足够的话 什么在讲什么东西啊 搜集数据 哦 他是科学家吗 讲一些我听不懂的话 讲点人话嘛 好不好 好吧现在没有人在 罗宾可能在忙着谈恋爱 忙了一天了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晚安 我们也有稻草人了 爽诶 喷壶专金跟锄头专金 还有星河神配方是稻草人 送啦 我们可以做稻草人了 我们的牛棒 牛棒可以多少钱 牛棒13块455 哦13顆455块 哇牛棒 好好赚哦 然后觅食的话 黄水仙2个是60块 1个30块 还可以啦 还可以啦 赚了555块 没关系 有赚就好 一天只赚555 比去SAPEN打工还要少 哈哈哈 惨 惨惨的 没关系啦 我们至少还可以活得下去 我们终于快存到 我们人生中的 第一个2000块了 我来看一下 好了 继续我们的工作吧 浇浇水 欸长大了 水水水 终于终于 看到你们长大我就开心了 长大哈 加油啊 虽然说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亂中 种出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来 等下种出个灵珠草人 我就偷笑了 立刻把他抓去博物馆里面展览 然后收门票 从此我就有钱了 我们可以合成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东西了吧 因为他刚才说我们可以做稻草人 稻草人需要50个木头 一个煤炭 跟20个纤维 纤维我好像有吧 对啊纤维我好像有 我们先来做一个稻草人试试看 没有做过 回去拿纤维 纤维 诶纤维我多的是啊 我跟你讲 然后肥料也可以做诶 肥料要两个数益是不是 肥料 先来做稻草人 呦呼 我们有大草人咯 看你的任务日誌更新 随着你的金钱增长 诶 水啦我赚100块 他还会给任务奖励诶 好开心哦 现在玩相当游戏 稻草人放哪边啊 稻草人放这边 走开哦 这边有人哦 小乌鸦不要过来哦 过来我砍死你啊 我们把农地给整理一下 农地也需要拓展啊 不然这样乱七八糟的实在是有够难看的 我的脸已经够难看了 对不对 农地都不能跟着你难看 我每次开墾都觉得体力消耗好快哦 对啊你看我体力又剩下是106了 真的是一个体肉多病的城市少女 开墾错啦 OK 这样应该OK了吧 他是4天收成 哦4天还蛮快的 我们先多买点肉棒中赚个钱吧 虽然说 虽然说很少啦 可是一个才20块 对啊一个才20块 多买几个 然后回家慢慢种 多收成我就可以多赚钱 人生就是这个样的 你不是医生吗 医生你跑出来干嘛 医生 医生 你的胡子呢 医生你把胡子剃掉了 你也太帅了吧 哈维医生 天哪他把胡子剃掉还蛮帅的 这边的角色都每个都变得那么帅 这样怎么受得了 漂亮的漂亮 变帅的变帅 我的天哪 诶你是 你是那个大 凯莉 我姐姐好奇怪 有时候都会怀疑我是否 是否有血缘关系 很正常啦 很多小朋友都会小时候 都会问说 妈妈我从哪里来的 妈妈都说 我是从 都是从剪 剪过来的 是不是 所以说血缘关系这种东西 听听就好了 看他 对啊 听听就好了 别在意 别在意 鬼屋 哈啰 里面有人吗 这可以进去吗 没东西 哈啰 里面破破烂烂的搞什么鬼啊 小鬼们出来啊 我不怕你们哦 我跟你讲 出来讲啊 出来讲啊 小鬼 看到了这个是什么 我们柱尼魔很 柱尼魔 很乐意帮助您 作为回报 我们 希望得到新入谷的礼物 如果你用我神灵的魔力 那么 你就能够 看到这本 这个卷轴的本质 What 柱尼魔 柱尼魔是什么 那些妖怪的名字嘛 那些鬼的名字叫柱尼魔 这个翻译怎么怪怪的 这个是认真翻译的 还是忽乱翻译的 哈哈哈 好怪哦 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 这可不可以打开啊 毫无反应 柱尼魔 森林的火 森林的什么东西啊 我不太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算了 没关系 可能大概要等到之后 我才有办法了解吧 我现在还那么踩 这就这么大 没别的东西 我想说有什么东西 结果就降 结果就降 好吧 那我们去找罗宾 我也想要顺便了解一下 鸡舍跟触棚 到底要花多少钱 跟多少材料 这个对我来说 非常的重要 罗宾 我需要你 升级房子 建造农场建筑 4000块 太贵了吧 鸡舍 What the f 300个木头跟100个石头 怎么这么贵 我没有钱 我没有钱 升级房子勒 我可以为你的屋子扩充 并加盖个厨房 要升级房子要1万斤 1万斤 我没有 可不可以贷款啊 可以贷款吗 石头可以卖 石头是要卖 1个30块是不是 还是15个30块 15个30块 看来石头不会不好卖 石头不好卖 以后石头自己留着 算了啦 太贵了啦 每个东西都这么贵 我怎么受得了 你看我现在的总资产 才1960块 看来是逼我 得多买一点种子回家了 我 我一直被我的稻草人吓到 我会想说 怎么会有个人站在那边 吓我一跳 稻草人 大家自己人 不要这样吓人吗 不是啊 加油撑住 体力又快消耗殆劲了 快没体力了 加油 剩下1 2 3 4 5 剩下5个 你可以的 完成了 我们可以休息了 终于 累到不行啊 累到不行可以好好睡一觉 我懂了 我懂了 原来如果说他自己去睡觉的话 他体力会回满 如果说我自己把体力抄到不行的话 那个体力只会回一半 搞什么东西啦 怎么这样啦 真的是吼 是什么 有人跟我说 你一直在社区中心活动附近溜达 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呢 我的房子就在森林里的小湖西边 又是我们给你一些关于 属灾的问题的讯息 哦 他 哦我理解了 我们在那个鬼屋里面看到那个 那个信件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去找这个巫师才会理解 那个信件到底要干嘛 啊 手感 但是先让我交个水吧 好啦 终于搞定啦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巫师 那个巫师说他在哪里啊 看一下哦 进入法师塔 哦 这边是不是 巫师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过去啊 我们要绕过去吗 我去看一下 巫师塔 哇在那巫师塔要怎么过去 他那个地方好像没有路欸 巫师塔 是从这边走吗 我终于到了我的天啊 费尽千辛万苦欸 费尽千辛万苦欸 耶 这里有什么啊 哦呦 阿斯莫迪斯 神秘的真理追寻者 联系现实跟幻想的媒介 What 七种元素的主人 守护圣 你应该明白了吧 我不明白 你在讲什么 你会不会讲你白话文啊 听不懂啊 至于你 火柴美人 我早就遇见你的到来 真的假的 来 我要给你看样东西 不要啦 你要给我看什么 这边只有我跟你 我又是一个 黄花大闺女 你要给我看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看哪 出现啦 好大一根 魔法杖啊 什么 哎呦 这个鬼欸 绿绿鬼 他干嘛 他要把他收服是吗 啾啾 你曾经见过一次对吧 我不只见过一次 见过好多次绿绿鬼了 他叫声好怪喔 他们自称助尼魔 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在骂人 助尼魔 你这个人助尼魔欸 这很奇怪欸 这些神秘的精灵 出自于某种原因 拒绝跟我说话 他可能觉得你太丑 哎呦 我不清楚为什么 他们要搬进社区活动中心 但是你没理由害怕他们 他们是鬼啊 我当然要害怕他们啊 哦哦 我提到那本书是不是 找到一个写着未知语言的 金色卷轴 真有意思啊 你留在这 我要亲自去看一看 我马上就会回来了 他该不会去把那个 哎呦他飞走了 我想说他应该是要去 偷偷把那卷轴占为己有吧 混蛋 臭巫师 哎呦吓死人了 我找到了笔记 你有办法看吗 这种语言很难懂 但是我能破解 他看就快一点吗 会话这么多 我们祝尼魔很高兴 能帮助你做回报 我们想要古中的礼物 但是如果 这我不是看过了吗 所以呢 和森林融为一体的人 是什么意思 你就说你不懂嘛 你在浪费我时间 搞什么东西啊 还闻欸 闻个屁啊 干嘛 啊哈 我觉得他是个两光法师 真的不是我要讲的 感觉很两光两光的 过来 你用这样的脸看着我 叫我过来 你是有什么意思是吗 感觉超猥亵的 好啦我过来啦 不要摸我啊 我的大锅里滚着各种 森林里的素材 倔草 蚁蚯蚯 焦糖顶蘑菇 你闻到了吗 我是一只鸭子 来喝下去 让森林的精髓 渗入你的身体 你要给我一些 我喝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是要干嘛 你看我都流汗了 你真的要我喝吗 我还真的喝欸 我靠 噁心 我变你那只绿色的鸭子了 然后勒 干嘛我中毒了吗 我有什么 噢我头好晕哦 你给我吃什么 什么毒品 我产生幻觉了 我就跟你说陌生人的饮料不要乱喝 好多树 头好晕 什么东西啊 你得到森林的魔力 你现在能够读懂柱尼魔卷 你得到 噢 噢 噢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